TVD新聞小發爭上位 張文彩玩下黃子營 I'm gonna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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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 有愛心地勇猴 大大精魂高大 為你收起哭 希望以一生眼淚 低迷低迷一絲氣結 啊,更多種哭法 都應該表達不到 紫營BB上星期四晚 在TVV互動新聞台 淚流人前的感受 有網民猜是因為 南非前總統的健康情風 令他落淚 聽說當日 原本五點半的卡士 是由葉勝站負責的 葉慶的? 你的頭想怎樣? 你倆頂了它 四點半,兩位小花收到order 但黃之營就說 之後要六周五會闖蕩 或者將文彩頂上了 但在黃之營五檢二十分錄完節目 張文彩就跟她說 你現在不閒 為何你不去讀 要我讀啊? 黃之營不是反駁 對方曾經答應會讀的 哼,張文彩於是拋高記身份 我是Cinni啊 我負責哪個讀 現在不是你說行不行 是我叫你去做啊 當時在場的人 都替黃之營不抵 覺得張文彩的職權 未到可以指揮同事做事 事後張文彩再發內部電郵給黃之營 星年已經安排葉勝站 接手當晚稍後時間的卡士 明顯黃之營在鬥爭中正式 唉,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自從周嘉儀秘書 兩位就輪流吃完他的工作 一直為上位鬥法 結果張文彩升了做高級記者 先贏一仗 持續金枝玉葉的後宮爭鬥啊 我們新能夠的同事 他們本身都是一個很好的分工 工作的分配 都是由他們的主管 或是他們的部門 是去處理事宅的 所以不說是誰去推去 或是誰去做 曾醒明昨天還說 新聞部的同事 他們都是相當Pro的 相信他們都是盡忠職守 不會回應八卦傳聞 但據知新聞部經理王淑明 對這件事震撓 今日會開大會兼趙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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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